德国3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微幅走高 尽管在这里存在着警告声和经济的不确定性 德国GFK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.5个点3月份 2月份之前发布的为9.4个点 而这也就表明了随着过去几个月消费者的表现来看 德国的消费者们将会继续地推动经济的增长 根据GFK市场研究说到 我们2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 德国消费者们仍然对于解决难民危机问题较为关系 并补充说到 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仍然对消费者的信心造成了影响 可以看到德国消费者带着积极情绪进入了3月 随着不断摆脱来自于恐怖威胁和不确定性难民流入的影响 GFK声称 总体来看消费者信心指数略有改善 预期收入明显增加 而对于经济的预期变化则不大 消费倾向较为稳定 2月份收入预期上升 目前来看位于7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根据GFK的调查还可以看到 近期股市的表现和全球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而今年的消费者行为就是这样了 德国经济可能会再次得到近2%的稳健增长 另外 得到这样乐观的前景预期的主要原因就是 德国劳动力市场的优秀表现 1月份失业率略有上升 预计在经过季节性因素调整后 该指数会进一步的下跌 感谢您的收看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回顾 我是路易斯·麦考利 再见 再见 再见